接著我們講講一個消息 消息聽下去真的不太好聽 李家超做特首 我相信香港人已經聽習慣了 李家超特首你總是希望 我自己最少希望 李家超是看得清香港需要怎樣發展 所以政綱上面說清楚給大家聽 他唯一的政綱 即今屆選舉唯一政綱 究竟包含什麼範疇 李家超接著在政綱的發佈會 跟著周末的答問會 他回答了很多問題 但問題在未來 當然他在未來的會展上有一個千人級別的 可能主要選委參與的答問大會 可能那裡會回答得更加多 但現在在香港市民上聽到他的政綱 或者聽到他對政綱的進一步解釋 或者答問我們有些少少覺得失望 那就是李家超和他那些主席團的班底 究竟看不清楚香港現在面對的問題呢 他們將香港的深層問題歸了四個四點 第一點就是房屋問題 第二點就是關外社會和年輕人的問題 第三點就是政府的施政效率問題 而第四點就是香港國際競爭力問題 或是香港競爭力問題 都不止國際了 國內對國內和國外都是競爭力問題 而這四點就是李家超政府體誠 香港在未來需要在施政上 中之做的四個綱領 因為這樣他寫了他自己的政綱 他政綱當中包括怎樣增加房屋供應 包括怎樣令到政府的效率可以改善 就是說會出KPI的方法 未來一百日大概一百日時間 不同的官員就會回來兩組 就幫政府寫KPI 政府就會有一個目標 就是說KPI就是目標了 達到KPI覺得政府就合格了 但是我個人看就不是這樣 李家超似乎看少了很多東西 他最少看少另外四個 可以阻礙到香港發展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香港人口老化 香港勞動力不足 人口老化導致勞動力不足 而令到勞工成本很高 無論李家超想建多少樓都好 都需要建築工人建 但是李家超可能沒有考慮過 現在香港建築工人已經用得非常繃緊了 如果你再增加供應的話 香港根本不足夠建築工人去支撐建築工程 沒有建築工人怎麼做呢 是不是可以各行各業吸納那麼多人到建築工程上呢 如果可以的話 很多人仍然留在建築工程界 事實上在大前年或者四五年前 香港曾經旺過的 已經吸納了很多 其他行業的人進了建築界 結果這些人很快就流失了 因為建築實際上是一個出力不准 是一個非常辛苦 不是大家想像是一個溫室當中的工作 好了 李家超不知道 他沒有提到 他答問大會好 他政綱好 都沒有提到香港人口老化 以及勞動力不足的問題 我明天就會交代這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香港如果沒有政改 香港如果沒有社會修和 沒有一些特赦 結果香港人仍然就會分了黃和藍 或者香港人心底裏骨子裏 都會分了自己的泛民還是建制 結果呢 會不會那麼多香港人願意 去配合香港政府的發展 推動香港的經濟 以及所有的復甦呢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去推動政改 本身就是基本法 港循序漸進雙普選的一個含意 是循序漸進雙普選 不斷慢慢慢慢 small go small win 去推動政制改革 雖然這個政制改革 現在國內就否定了 西方的議會式民主 否定了 否定了西方的多黨政治 甚至說這個 是沒有保障一個良政善治 就算是這樣 你都會為香港找到一套 就是政制的系統的 你總不能夠 現在只有建制派參與 你總不能夠永遠 只有他們管治香港 而香港人呢 就要甘心承受他們 做不好的地方 林鄭英國已經做了一屆了 梁正英做了一屆 政壇權做了一屆 董建華做了一屆 在過去這五屆政府 究竟我們有什麼好事做了出來呢 真的沒有 發善足塵 不好的 越來越嚴重的問題就越來越多 好了 究竟我們建制派有沒有能力 去扶持著現在特區政府去成長呢 根本就沒有 如果有的話 現在建制派的人呢 已經委任了進去主席和副主席團 他們理論上呢 在李家超政綱呢 是應該很能夠出謀獻冊 但你可以看到 沒有一個建制派呢 是可以有能力指出 李家超政綱當中需要微調 或者缺乏的地方 他們只是鴨翅的笑 不斷拍手掌 好惹 好勁 好勁 好行 他們除了做這件事之外呢 就是做了一個橡皮圖章之外呢 似乎就不懂了 就算你說葉劉帥出來接受訪問 他都只是不斷圍繞著 應該剝奪了香港人 離開了香港的移居海外 或者移民海外的人呢 的居留權 護照 或者就是這個長期居 長期居留權 即是身份證 或者國籍 即是護照 他都沒有辦法說到李家超 究竟在政綱上 欠了些什麼 剛才我們說過 除了修和 除了人口老化 勞工力不夠 還有一樣 就是電子政府 當然 當李家超說房屋的時候 新界北大都會 是否這麼容易被發展到呢 林鄭說 新界北大都會 起90萬個單位 說的是斷千公頃的土地 新界是否有這麼多土地呢 大家不妨用一個google map 用一個立體 即是影像圖 你看看香港的交通 即是主要道路附近 究竟哪個地方是有空地給大家起呢 其實那些是官地 本身是綠化地 現在逐漸漸被村民 被一些地方勢力 甚至是政黨 是霸佔了的 究竟是否這麼容易拿出土地呢 還是政府要用換地的方法 換地呢 這也是一個難題 不過今天我們集中講講 就是香港其中一個非常落後的地方 就是數碼政務 數碼政務 或者數字政府 大陸叫數字政府 可能在韓國 或者在聯合國 或者日本 都是叫數字政府 就是e government 就是一個 e世代的government e世代的government 有一個EDGI的指數 我們看回 EDGI指數呢 原來就是在聯合國的 EDGI指數裡面排名 讓我先開一下 原來中國排名是世界第37位 香港排多少呢 香港也有排名的 排第17 18 18 這是2020年的數據 就是說 原來在聯合的眼中 香港在2020年 在e government 就是說 在一個電子商 在電子政務上面 香港排的排名 比中國大陸高 但是如果有回中國大陸的人都知道 過去幾年 中國大陸是突飛猛進的 它的電子政府 基本上每一個城市 或者每一個省 它都有自己的平台 平台之間是互通的 比如你申請 是你的車 由一個廣州開去長沙 要一個准許證的 它也可以電子上申請 你就算不見身份證 申請簽證 或者做很多事情 原來現在都已經是一站式 或者甚至在手機上面做到的 一站式的意思 你去到一個某個指定公安派出所 它可以在一個station 一個電腦 一個系統上面 已經做了你做的事情 又或者大家要換身份證 香港現在換身份證 就要去人民政府事務處 的網頁上排隊拿醜 然後適當時候 去一個換證中心做換證工作 換證的過程不久 但是裝了一包拍照 但是原來大陸現在很多城市 你要換身份證 或者包括了你不見身份證 換過 你需要指定的地方拍照 指定的地方拍照 就是說 在做生意的照相譜拍照 拍完照之後 那個照相譜 就會給你一個封信 然後你就上申請電子平台上 幾天就會有身份證記給你的 大陸做到這樣的 原來在大陸的電子商務排名 或者電子政務排名 香港一直都是包尾 香港一直都是尾 香港一直都是尾 那邊 而大陸比較先進的城市 包括上海 包括廣州 深圳 韓州 甚至乎 長沙 成都 原來是拿世界級的排名 除了EDGI聯合國的指數 除了中國大陸的一個 就是電子 這個叫做數字政府的排名 或者日本草稻田大學 一個跟聯合國 這個就是EDGI很接近的一個排名 就是草稻田大學的電子政府的排名 除了這些排名之外 原來世界還有一個 就是再融合多些城市競爭力的 就是真心講競爭力的一個排名 就是城市的dynamic指數 或者是dynamic的城市排名 那這個dynamic為什麼呢 要解釋給大家聽的 那他覺得一個城市 就有一個cycle of momentum cycle of momentum 就是說 他不斷衝擊地 推進城市發展 這個衝擊的momentum 就像撞車一樣 你一個車撞到一個車道 就撞到前面的車 那車本身 可以說是一個負面情緒 是一個負面的事情 怎樣說呢 大家解釋一下 cycle of momentum 首先有一個rebudget growth 那就是一個很強化的成長 強化成長主要是投資 包括在urbanization 即是包括在城市化方面 包括在gobalization 包括在國際化方面 也包括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包括IT 即是包括在創新和科技方面 那就是原來一個城市 可以投入資金 去做一個城市的擴展 urbanization包括基建投資 擴充的城市 將城市與城市之間的道路網 鐵路網 甚至通訊網改善 這些就是基建投資 gobalization 可以跟世界的接軌 多些航班 互聯網之間的開通 多一些跟國際的商務合作 多一些互相的展覽 去增加大家的依賴 這是gobalization 第三個IT IT就是包括了 innovation和技術 即是包括科技 現在香港的李家超 只是說IT 沒有說gobalization 也沒有說urbanization 好 接著 有撞擊 這個城市不斷發展 就會推動到一些改變 改變了幾件事情 包括四個問題 通常在城市上出現 第一個是環境的問題 環境污染 垃圾過多 環境貴身越來越差的環境問題 或者是對於國際 對於溫室的污染 第二個是congestion 就是人口越來越囂張 那些人越住越多 在城市外的人 堆下去的城市要住 因為城市有發展機會 這樣就出現congestion的問題 第三個是affordability 就是不斷的人湧入城市 租金或者資產價格不斷上升 就形成第三個問題 就是大家究竟負不負擔得起的問題 而第四個問題 inequality 即是大家不平等的問題 譬如有戶籍和沒有戶籍之間不平等 或者不同的人種之間不平等 這些出現不平等的問題 原來這四個問題 在香港都出現了 香港在organization 已經行了很久了 基建仍然在投資 在organization 香港算是行得很好 很前列的 然後在IT 香港很落後 即是在資訊科技 或者科技發展上面 香港很落後 但是這個發展 如果要扔錢下去 或推動的話 就将理论上推到四个城市问题的一个发展 这四个城市问题包括了极壁 包括了环境问题 包括了租金或者是资产价值高的问题 还有包括了不平等的问题 好了,接着如果我们有用刚才的三个 即是用国家、国家和技术 去改善大家的生活同时间 在政府的监管当中 去令到这个动力可以推动了 包括大家越住越挤壁 包括环境问题 包括了不平等问题 包括了租金受不了的问题 包括这些问题如果推动改善 接着就会推到另一个就是这个情况 这个情况就会令到政府 越来越强在管事和计划方面 即是说不是头痛意头脚痛意脚 而是预早计划和预早做的管事 这个就是government and planning 好了,当中包括在基建上的预先投资 包括了一个政府在商务上 或在政府政务上的参与系统上的改善 包括了一些创新的技术 包括增加透明度 这三个东西就是momentum 即是说互相撞击、互相推动 然后形成一个循环 如果城市在这方面改善得快 就是dynamic 即是说越dynamic 越动得快 越足够就是动力 动力包括这个漩渦 包括了三个元素 第一个元素就是 你本身在governization 以及IT上的投资和推动 接着推动了 就是改善大家住屋的住房的状况 卫生状况 租金的价值 即是说那些人不能发展 你不断发展 你多些人工 那些人可以有足够人工 发展到贵一些房间 类似的 接着再推动 就是政府本身是要有计划 政府有电子的政务 就帮助政府用人手操作 又或者甚至政府用多些科技 和政府用多些力量去令政府透明化 这一方面就是dynamic 就和电子政府 或者电子商务很接近 这个排名是更加细化 好了 我们看看2020年这个排名 这个排名 世界排名 究竟是怎样排法 原来全世界20个 最dynamic的城市 就是说在上面那方面 包括国际化 包括基建投资 包括改善住屋 美国的状况 这个动力圈 就是这个动力 最劲的20个城市 都在非洲和亚洲 美国只有植谷 还有美国奥斯汀 奥斯汀的地方 都是美国的 读一读个排名 第一个世界第一 就是海德拉班 就是印度的城市 第二个是班加罗尔 都是印度的城市 两个都是印度IT很强的 尤其是班加罗尔 是世界IT最劲的地方 第三就是越南的胡志明市 第四就是内罗比 苏丹内罗比 苏丹内罗比 肯瓦内罗比 第五就是青内 青内就是近住班加罗尔的 近住海德拉班的城市 就是一个科技 和城市发展非常迅速的印度城市 第六就是印度的德里 第七就是河内 就是越南两个大城市 都在第七位 在第七位 在第七位 第八位就是马尼拉 马尼拉 第九位就是直谷 直谷原来在第九位 第十位就是深圳 第十一位就是重庆 第十二位就是普林 就是印度另一个城市 第十三位就是武汉 第十四位就是杜拜 第十五位就是杭州 第十六位就是加以国淡 第十七位是上海 第十八位是尼雅德 第十九位是美国另一个城市 奥斯丁 第十位是曼迈 你会发觉印度城市佔了当中 接近就是 大家数一数一个 我数一数 台第一是海德拉班 第二是班加罗尔 第五是青内 第六是德里 第十二的普林 第十六位的加以国淡 以及第二十位是曼迈 就是印度二头二十个 世界发展最迅速 就是说它利用这个dynamic system 不断基建投资 用这个改善生活 以及用政府提早去做一个计划 以一个这样的模式 分数去比 而印度在二十个世界最快出的城市当中 排了七个 好了 中国大陆排第二的 有多少个呢 分别是第一的 不是 分别是排十的深圳 第十一重庆 第十三武汉 第十五杭州 第十七上海 大陆都有五个城市 不过它比印度的城市落后少少 分数低少少 我们看到的中国大陆城市 现在数的呢 包括深圳 包括武汉 包括杭州 包括上海 包括重庆 都是我们看到发展得很快的城市 但原来它的速度 是不够印度城市快的 另一个国家 现在河内有两个城市 跟美国一样 有两个城市 越南有两个城市 跟美国有两个城市一样 都是发展得很快的 河内呢 不是 胡志明市是世界排第3 而河内世界排第7 美国的矽谷排第9 美国的奥斯汀排第19 美国和越南都有两个城市 好了 跟着呢 包括了非洲的来罗比 在中东的杜拜和尼雅德都发展得很快 香港在哪里呢 香港不在 香港如果你去数 香港政府只懂得后知后觉 不懂得主动去计划 香港政府只懂得继续密守成规 但是继续叫大家 如果要换车牌 就去运输处排队 完全没有电子商务那样东西 电子证务那样东西 又或者就换身份证 大家的所谓香港电子证务 你只是想去设个旗 跟着去现实地方去排队做证 这是落后的 别人已经不是这样了 别人已经是可以将 在相机上 去一个经过认证的一个机构 递到真人之后跟你拍照 再来那些照片 再去上传给政府 招负 可以跟你办正 不需要甜方 不需要吃 整件事可以见到 我们香港缺乏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私人机构 香港政府是走到的 譬如我们记不记得派口罩 私人机构在沃尘市派口罩的时候 百多万排队都没有事 但是香港政府派口罩 结果都倒了 或者香港旅游发展局派口罩都倒了 这个可以见到 香港的私人机构用科技 和香港的公营机构用科技 是完全两个水平 如果无论是草励田大学的排名 中国社科院和北京大学的排名 或者是现在 甚至乎在世界上 dynamic城市的排名 香港都完全不见影 香港政府一日到刻 只会说 世界竞争力排名 但是竞争力排名 已经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不是世界各地的投资者 看一个城市是否投资的主要因素 他现在是看dynamic 就是看你的发展力程有多快 香港在dynamic方面 在政府的电子政务方面 都是发展得很落后的 李家超如果觉得需要改善 香港政府的公务员系统的效率 其实不是要靠一班人去填方 一班人去人手做所有的历程 是应该尽量将香港政府的政务 电子化 这样第一有助于香港政府 不需要不断膨胀 去申请一个公务员 去不断架床店屋去拆局 去不断增加人员 才会令市民觉得香港政府有改善 想想 当市民今年去换身份证 他发觉在疫情期间 完全换不到身份证 因为是没有人可以运作 因为政府觉得人不可以接触人 而接着当疫情完结了 他原来要预计过几月之后 才可以去政府换证中心换领身份证 在换证中心里 虽然他的资料不需要填很多 但他也需要走个圈 但原来去到中国大陆 换身份证已经是简单到几分钟的事 然后三天后就有身份记到家 和香港的身份证 是说你预计要预计过几月 然后你去做完身份证之后 用了半天时间去做完身份证之后 然后要两个星期之后 才可以去拿身份证 整个过程是非常扰民 你想想 如果香港政府想改善工作效率 首先就要改善电子政府 或者叫电子商务 或者叫数码政府 这个系统 包括什么 现在香港政府的电子商务 或者电子政务 全部基本上很垃圾 给你一些资讯 是完全不是互动的 不是帮你解决你的问题 你想想 李交超在你未来几年 如果你这方面大幅改善 大幅改进 香港市民是感受到你的改变 香港市民是感受到 你带给香港市民在政务上的改变 你自然就会得分的了 自然香港人会感受到 香港政府有改善 这个是最容易被香港人感受到的 所以就是李交超 你应该看一看 什么叫dynamic的index 什么是EDGI 究竟香港在中国大陆 在世界上的EDGI排名是多少 不要只看联合国之前的数据 你看看现在实际情况 看看中国大陆的电子政府的排名 香港排的多 不要只看竞争力 竞争力本身已经是没有意思的 香港货币稳定 已经没有人优胜了 但是竞争力本身 不是代表可以香港经济繁荣 我们要看dynamic 要看电子政务 这两方面 李家超在政纲遗漏了 这个也是可惜的 李家超在政纲 是很多建制派一起做的 但原来的建制派 是不懂得看问题的 他们完全不知道 李家超在政纲里漏了什么 我们今天就告诉你 第一个 你漏了电子政府 电子公务 或者电子的政务 你改善了之后 香港人感受到 也会减少公务员的依赖 减少公务员团队的膨胀 可能你根本不需要开这么多局 不需要增加这么多局 这么多司 你一样可以有更加好 更加有效率的表现